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我们都继续请到多伦多大学牙齿修复专科的林乡恩副教授 Dotter Lim 林副教授你好 你好 今天林副教授会继续和我们讲解关于牙齿健康方面的问题 其实在前几集林副教授都有提过 比如说有蛀牙或者是什么情况都好 我们都很希望可以保留患者本身的牙齿 其实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剝掉牙齿呢 有不同的原因 如果有第一是蛀牙 如果蛀牙太深了 太似去找到 真的救不了或者补不了 就很可惜就要脱掉牙齿 第二是牙周病 如果一样是太严重 已经不够力了 发炎啊 移动啊 那时候就要脱掉牙齿了 第三就是有一个可能 如果你咬到东西崩了 或者不小心的牙齿裂了 这个又是救不了 很可惜要脱掉牙齿了 这个可能就是说如果是到过牙齿 到过神经线 但是为了不同的原因 不成功或者又再发炎 那又是可能要脱掉牙齿了 接着最后就好像撞到 或者你是打球 或者什么这样撞到 真的又脱掉了 有时候就救不了 那又要脱掉牙齿了 可能会改变的 那就是如果我们脱掉了一只牙齿 我们都要用一只假牙 或者其他方法去修补 那其实是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那第一先有两种不同的 第一个就是活动的 可以拿出拿入 第二种是固定的 固定有自己不同的做法 活动有不同的 那第一观众要知道有这个分别先 那可不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活动性的假牙呢 就是好像你刚才说过 就是有什么一些 是不是有不同的种类 我们可以选择呢 是有不同的 第一就要看多少牙齿上真是代替了 那一部分一部分是一种是一部分的 或者第二个就是整套 整个副假牙是整棚没有了这样的 有没有一些模型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 就是这种就是叫做活动的 我们可以拆下来的 接着这个是一部分的 那要看一下真是多少 几只牙是真的要代替 有时候只是左边 有时候右边或者前面 或者三个一起来 那这种活动就要靠着其他牙 勾住它固定 那这种是有金属去顶住 第二种是便宜一点的就是索胶的 那索胶有时候是不方便 因为比较粗一点 有时候是不方便 因为要习惯这个 不过会便宜一点点 那其实在这种活动性假牙 就是有部分的牙齿 那它是最多可以做到 大概是怎样的数目呢 那要看情况是怎样的 是剩下自己的几只牙 最起码要起码要两只自然的牙 这样去勾住它 但是这个就是太多力 给自己的牙 有时候不太好 不过一段时间还可以这样做 那第二种的办法就是整副的 就是表示真的要这样代替 是整盆没有了 接着一次这样是整副这样做 代替牙的 那其实呢 做这种活动性的假牙 有什么好处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应该是比较来说 是便宜一点的做法 第二就不需要做什么手术 因为我们就是看它的位置在哪里 勾住哪只牙 是这样的情况 第三就是有时候这样活动 就容易些保持干净 它自己的假牙也好 或者自然的牙也好 就可以保养是好些 但是这种活动性的假牙 有什么坏处呢 如果我们这样选择 这样的假牙反而是有些问题的 第一就是我刚才谈 就是说要勾住 需要其他旁边自然的牙去勾住 第一它有时候有点力在那里 就不太好 第二 食物如果藏在这里 我们知道这些牙 会有机会 研究在里面 也知道这些牙有机会 多些就会蛀牙 第三 它咬的力就不太够力 和自然的牙比较 第四 如果你真的要一段时间习惯 因为有金属 有塑膠有些假牙在嘴里面 我们的嘴里面是很敏感的 你放了一大块新的 一段时间要习惯的 其实这种活动性的假牙 我们当要装了之后 我们怎么去清洁它才是最正确呢 第一就是 观众要知道 如果你真的有做了这样 我们牙医会解释 就是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再带住 你带住 你的牙肉太大压力 就不太好 而且你拿出来 你自然的牙医 要好好拆牙 或者用牙线保持干净 这个就很容易 然后就用牙齿 一样用你的牙刷牙膏 把它清洁 然后最好 用一些纸巾 濕濕地包住它 过夜 因为有时候这个有塑膠 如果塑膠 这样的天气会干 那就容易裂 或者容易崩 差不多是这样保持 其实当选择这种活动性的假牙 我们平时的牙齿咬牙是很够力的 但是因为这种活动性的假牙 是可以拆除的 咬牙的时候会没有那么有力呢 是的 你这个说得很对 我们自然的牙齿 如果在前面来说 差不多50磅 per square inch 旁边就100-150磅 后面就150磅以上 这个是普通咬的力食 如果有这种活动的假牙 就很大的分别 差不多5倍 6倍 不够咬力的 那就变成5磅 6磅 7磅 有时候10磅 per square inch 那就表示真的要习惯 第一 第二有这个可能 你吃的东西要改变少少 就是说我们如果装了这种活动性的假牙 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些比较 软或者是没有那么硬的食物 是的 特别开始的时候 要一段时间习惯 可能迟些真的 观众如果习惯了 可以慢慢可以调 它 不过开始的时候 决定会有分别 其实这种活动性的假牙 我们平时会比较在年长的人身上看到 如果当一个小朋友 有一阵牙 比较多一阵牙 是有问题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这种活动性的假牙呢 要看情形机会是少的 我们这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小朋友还会发育 如果我们做这样 是锁住他的位 没有什么机会 其他可能会发育 然后我们会锁住自然的牙 和牙骨 这个就不太好 有不同的原因 要看专科 要看情形 大概来说 我们不会介绍这样的做法 其实要做一盘 例如整盘这样的活动性假牙 它需要的时间有多长呢 时间来说 是有每个情况看 不过大概来说 要差不多五个六个假牙 时间差不多两个月大概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要准备自己 它的自己牙 我们要吸毛 我们要试金属是否准备 接着要试一下配好牙的颜色 接着要在嘴里面试一试 真的真的病人 说可以了 接着我们觉得做得好 才最后变成最后的假牙造型 所以大概两个月是平均时间 其实有没有什么情况 你不建议这个患者 去做这些活动性假牙呢 如果真的他们试了 他说嘴里面太敏感 或者有时候真的 习惯这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 真的不习惯 或者吃东西不方便 或者说东西不方便 或者咬东西的力量不太好 或者旁边的牙 它不是太健康 或者不要再勾住它 因为可能其他好好的牙 越来越快出问题 有时候这个就不太对了 即是说有其他的方法 是可以代替这种活动性假牙的 一定是固定的 不过一样我们要看情形是怎样 那如果这种假牙我们清洁得好 是否会保持得久一点呢 自然的牙和假牙是两个都是一样 但是长期来说 我们的研究知道 差不多平均是五年到八年 我们可能要做一副身的 原因就是记住 如果你自己的骨 没有了牙脚 脱脱了之后 没有刺激力进去 它下面会收缩的 收缩有时候 食物容易藏在里面 就不太方便 或者它的位置会变了 可能要有时候垫一层身的 或者直接做一副身的 观众朋友一定对活动性假牙 有了更深的认识 那梁副教授 我们今集时间到这里 和观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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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